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节课的翻译啊 好,首先呢来看第一句话 从2002年开始,欧洲人必须习惯用欧元结算 好,那么从什么什么时候开始 那这个小短语是我们这节课的重点 你可以用à partir de,也可以用 de,什么什么 或者à condé de,都可以 欧洲人必须习惯,习惯这个词呢叫做sabituer à faire quelque chose 用欧元结算,那就是用欧元付款呗 好,来看一下 à partir de,表示从什么开始 然后呢是sabituer à,表示习惯于什么事情 好,那么这样一连起来这句话就非常的顺畅了 à partir de l'année 2002, les Européens ont dûsabituer à condé en euros OK,好,这是第一个 好,来看第二句话 第二句话,你可以加入我们协会 但条件是你得填写这份表格 首先加入这个词呢 加入协会有很多种说法 你可以叫做participé 后面加一个协会 那你也可以说 也可以是加入一个协会 那你们甚至还可以说 表示成为什么的一部分 这些都可以表示加入一个协会 好,条件是什么什么 这个咱们讲过了 条件是一个叫做 à condition que 后面要加的是虚拟式的句子 要么你就加的 后面用词 好,填写一份表格 填写怎么说呢 叫做 remplir remplir 表格呢叫做 fiche 是啊,就是一份这个 呃,一个小的纸张 都可以 或者是用的formule 好,formule 这个就是表格的正常的写法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 你会发现这样子 其实就是被短语嘛 对吧 第一个就是加入这个短语 另外呢,就是条件是什么什么 这个短语 填写表格这个短语 填写表格是短语吗 是短语 好,我们来看看这句话 应该怎么说 呃 tu peux faire partie de notre association 你可以成为我们的议员 我们协会的议员 mère condition de remplir cette fiche 但是你要填写这份表格 好,你看到了 remplir cette fiche 好,再来一个 vous pouvez faire partie de notre association 我们中国人其实说话的时候 不太分你或者是您 呃,这个有的时候正式的场合会分 但是你像这样的情况 法国人在说的时候 你来填写这份表格 实际上 他在正式表达的时候 你是不可以用句的 因为这是个正式的场合 或者是说 他表达的是一种指令 一种引导 一种规则的解释 那么对对方来说 都应该用vous 所以呢,用vous更顺畅一些 如果不是面对面的这种交谈的话 vous pouvez faire partie de notre association mère condition de remplir ce formulaire 好,或者是我们刚才用的那个词 叫做 cette vormule 好,也是没问题的 ok,好,这是第二句 我们接着往下看 要获得法国国籍 必须至少在法国居住过五年 ok 那必须 做什么什么事情 那这个我们就可以用 il faut faire quelque chose 或者 il faut quelque chose 都可以 就是必须了 因为中国人说话不带主语 所以在这儿直接就冒这个 无人称动词的端语 更符合我们中国人为了习惯 然后 居住过五年 居住这个词还记得吗 叫做 resiter 对不对 好,这个是 il faut 好,获得法国国籍 这个我们是讲过的 这是我们这节课的重点了 好的,我们来看看这句话 应该怎么说呢 il faut avoir resiter en France pandant au moins 5年 pour acquérir la nationalité francaise 在这儿特别注意的一点 就是在这儿 叫做 il faut 后面加动词原型 但是你是在法国 已经住过了五年 这是一个完成时 就是动作是完成的 所以你要用的是 不定式的 过去时 也就是用 resiter 前面加上 住动词 avoir 来表示 pandant au moins 5年 au moins 至少 pour acquérir la nationalité francaise 获得法国国籍 那么你还可以这样说 就是 正常的按照这句话的语序来 叫做 获得国籍 需要什么东西 我们其实是说过 需要这个词的 l'acquisition de la nationalité francaise demande exige au moins 5 de resiter son franca 或者是怎么样呢 你还可以用这个词 叫做 reclamer 直接变位 reclame au moins 5 de resiter en francaise 这样也是非常非常OK的 好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 一种情况就是用这个 无人称动词 这比较符合中国人 每来习惯 就需要 住多少 为了获得法国国籍 那你也可以直接说 获得法国国籍 需要什么什么东西 这也是OK的 好的 我们看最后一句 我是十年前到的巴黎 在那里工作了七年 之后的三年 我住在南方的一个小城市 相对于巴黎 这里的物价便宜的多 好 我们先来排除一下 这个生词和短语 我十年前到的巴黎 这应该没问题啊 十年前用哪个词啊 这个借词应该用的是 以利亚 后边加上十年 好 到 你可以用arrivé 没问题 在那里工作了七年 好 十年前到的 然后呢 工作了七年 之后的三年 住在南方的一个小城市 然后相对于巴黎来说 你这个相对于 其实有很多的方法啊 比如说 你可以用这个词啊 与什么什么做比较 叫做 bar rapport à 好 你也可以这样说 叫做 en comparaison avec 好 和谁说 和什么什么比较啊 那你也可以这样说 叫做 comparé à 这些都可以叫 与什么比较 物价便宜的多 物价就是价格呗 le prix 对不对 哎 怎么怎么样 比它更低 好 或者是东西 啊 这个 coup de moi 那我们来看看 里面的一些实态 应该怎么注意啊 首先是 现在 这个 现在是住在 南方的一个小城市 对吧 然后这个城市的情况 是怎么样的 那么 之前呢 是工作了巴黎 然后十年前 到了巴黎 你发现这个时间 是一点点往前推的 好 我们来看看 应该怎么来写 OK 好 J'étais arrivé à Paris il y a 10 ans 好 看到这儿了 这个地方用了个 J'étais arrivé J'étais 是être的 未完成 L'imbarfait 未完成过去时的形式 后面加上 过去分词 它是一个 欲过去时 也就是过去的过去 就是刚才我们解释的 一个个的往前推 所以这个呢 是过去的过去 然后呢 我在那里工作了七年 在这儿有一个 Bendant 7 ans 好 又是一个 Bassé composé 对不对 它是一个过去 前面是过去的过去 然后呢 就是现在时了 Depuis 3 ans 之后的三年 J'habite dans une petite ville Dans le sud de la France 住在法国的 南部的一个小城市 在南方 你可以说 Dans le sud 也可以说 Dans le sud de la France Ou 在那里 这是一个 连接的 在那里 生活非常的 Moi chère La vie est beaucoup Moi chère Par rapport à Paris 与巴黎相比较 刚才我们讲了几种 表示比较的方法 好 那么这里面要注意的 第一就是时态 第二个呢 是代词的取代 你会发现 比如说 我在这儿工作了 有一个 J'ai travaillé 然后呢 在这儿有一个 在那里 这个生活是 没有那么贵的 比相比较巴黎来说 好的 OK 好 这就是今天的 所有的demo的内容 这就是今天的所有的demo的内容 我帮助 现在我们可以帮助